OK 现在我们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工作表 跟 应该讲 资料跟工作表的保护 那么呢 我们呢都来问各位 说明一下从最小的 比如说 我们的资料 最小的办法就是比如说资料 同学呢这段表单比如说我们做好了 那我们不想让人家 去改他的资料 甚至连选都不要选 比如说你在公司 那你做好这段表单 不想让人家去动他 你也不希望让人家去改他的资料 因为这个资料是你建立的 你如果预防人家来 改你的资料 没有通知你就直接改资料 那我们就要适当的把它保护起来 适当的把它保护起来 那保护起来就包 夸了 就包夸了 官司也不要人家知道 比如说像有些老板 他计算薪水的方式的公司 他就不需要人工资了 那他就把公司隐藏起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到 我们的常用 这常用这里啊 好比说 同学这边啊 这边是用公司建立起来的 对不对 那我想把这种公司呢 那么不要让他知道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到 里面随便找一个 右键点一下 有一个储存格格式 对不对 我们之前不是常进来吗 最后一个有一个叫保护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呢 通常他只有锁定有打工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 如果假设 你的工作表 受到了保护 那锁定呢 就会产生功能 所以锁定就是 你不能够 针对里面的资料做更动 那如果加上隐藏呢 就是代表着 代表着 资料的一个什么 公司隐藏 他就不会把公司秀出来给你看 不然一般来讲 你如果点了格子 如果那个格子是用公式 是用公式做的 在上面的资料编辑列 是不是会显现公式 如果你打勾这个隐藏 那上面就不会看到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 两个都打勾 按确定 好 开始了 那现在呢 我先等各位一下 你呢 去把这个格式功能表打开 你把它按 两个都打勾 锁定跟隐藏 都把它打勾 按确定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好了 一步一步来 你先把它打勾一下 你呢 刚刚呢 来注意看哦 你刚刚呢 点了任何一个格子 进来到储存格格式呢 因为我们有打勾 这两个都在打勾 对不对 正常来说 你再到另外一个格子 随便找个格子 你再到储存格格式进来 他一样这两个都是有打勾的 你放心 但是如果说假设 你有其中的一栏 你觉得不需要保护 没关系 那比如说假设说好 比如说销售量 等等 没关系 你如果认为其中一栏 可以让他怎么样 让他做改变 或是不用怎么样 或是那个公司不用保护 没关系 不用隐藏 没关系 可以让他看 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你就把不需要保护的 那一栏选到 或是那个范围选到 等等 然后呢 你再把储存格格式打开 你把隐藏打勾取消 这样到时候呢 如果假设这一栏 是用公司所带出来的 那因为你必须有打勾 对不对 所以他到时候公司 就还是会跑出来 这样听懂了吗 否则一般来讲 一旦你射了 那么他都是整个都有的 那刚刚呢 各位呢 是不是已经两栏都打勾了 好 我要保护了 等一下呢 你要去测试 保护完以后 你要去测试 当你点到小季这一个的时候 照理讲 公司是看不出来才可以 好 那我现在开始要保护了 你注意看 请你的到 随便哪一个都没关系 随便到哪一个都没关系 因为那一保护是整张工作表都保护的 那我们到教育这边来 教育这里有一个保护工作表到哪一个 点下去 基本上 基本上 你如果要对方来这边看这个档案的人 完全都不能做任何动作 纯粹只是看东西就好 看资料就好 你底下这边通通都不要打勾 你底下这边一打勾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念大声 你们都听到了 等一下我忘记我就问你好不好 因为我 我怕不去吃饮了 好 来 所以呢各位呢你自己生命把它自己记得 哈 这边我刚是设一二三四吧 你们可以跟我一样设一二三四 你都忘记 好 确定 好再打一次哦 一二三四 五条 来 确定 好保护住了哦 怎么知道 第一个 点都点不到了 二千都点不到了 怎么可能还会看得到公司呢 对不对 好 来先告诉各位 先到这边 来你把他保护起来吧 所以说你要吵架拼 哈 哦 密码一定要讲话记起来 哦 我教你啊 党名就是那个密码 党名啊就是那个密码 一定不会有人想象说党名就是密码的嘛 哦 通常像这种密码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哦 不能忘记 然后呢 啊 所以呢 如果你刚初选了 他基本上 如果你刚刚有选到特定的区域 不要保护 不要隐藏 那你一旦工作表保护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不会受到保护 因为你把它打过取消了嘛 听懂吗 听懂吗 你那些有意思吗 嗯 好等一下我告诉各位怎么解开啦哈 怎么解开 好 好 好 不是 这应该是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来 来 来 我们看一看画面 我现在呢 各位呢 我先把它取消 要取消就按这个 在哪边设定就在哪边取消 按一下取消 好 这边的密码 1234 ok 好 来 各位看一下 我们现在取消了 我再做一次 第一个 那么呢 我可以先卡姆错加A 先全选 好 如果你想要保险一点的话 你可以这样躺错加A先全选 右键点一下呢 照我们刚刚所讲的 储存格格式 两个都打勾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点 那假设 如果你注意看 这个 是用公式 这个 也是用公式 有没有看到 假如 我这一栏的公式 可以允许让人家看没关系 那我就把这一栏选起来 单独的把它的储存格打开 隐藏 把它取消 不要隐藏 这样子以后呢 是不是 这边都有隐藏 就单独 这栏没有隐藏 对不对 这样好 那我们再做一下测试 保陆工作表 这边啊 1234 那我故意的 让他前面这两个打勾 这两个打勾 意思就是说 你还可以选到格子的意思 你可以选到格子 但是并不代表 你可以针对他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呢 我只是允许你选格子 但是呢 他只让你选 但是呢 他里面呢 并没有包发 所以可以去编辑 除非你有选这个 有没有看到 可以编辑物件 要打勾 他才可以去改东西 不然的话呢 基本上 我只打前面这两个勾 没关系 他只能选到格子 也紧紧只有选到而已 他也不能够做任何的动作 就是选到格子而已 所以这两个动作呢 我把它打勾 这样不会伤害到哪边去 好 密码打完了 按确定 再打一次密码 好 按确定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你看 我可以选到格子 对不对 我可以选到哦 但是我选到之后 如果想改他的资料 随便打 有没有看到 他不可以改了 他跟你讲 不好意思 受到保护 好 那么呢 刚刚呢 这是有公司的 那我点到他 同学 公司也是没变空白 可是后面进来呢 我点到他 有没有看到 公司就跑出来了 因为我刚刚这边 并没有受保 并没有保护他的隐藏 这样会了吗 好 那怎么可以改呢 不能改 听懂吗 只可以看 但是不能改 好 所以呢 这边啊 各位就了解 工作表的保护呢 他的资料的保护 就是各位 刚所做的这样的动作 好 那如果你 可以让他看就好 可以让他选 选没关系 点到格子没关系 但是也不能做任何的动作 那这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 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 好 就请各位呢 这边让他打勾就可以了 好 可以选到格子 但是也没有办法做任何动作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不让他选格子的话 他怎么去看这个公式 你允许他可以看到公式嘛 那你既然允许他可以看到公式 你就要让他有东西可以选啊 可以选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我这两个才打勾的意思 这样了解 好 这只是工作表的保护 好 那我现在把它取消 同学 那现在呢 如果 OK了哈 那如果你现在呢 不用任何的 不用任何的保护了 那这边就不要设任何的密码了 听懂吗 本来是要密码 那如果你要从此不用再保护 那你这边就不要管他了 看懂哈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来看一下第二个 保护工作表 但是呢 请各位麻烦你先取消 你把那个工作表取消 保护工作表先取消 来交给各位 如果现在你还在保护的 把它取消掉 你工作表也可以保护 整个档案也可以保护就对了 刚刚我们所讲的是资料的保护 资料里面的保护 但是呢 同学我请问你哈 我设定的工作表 我只设定一张哦 后面有没有保护 没有哦 他每一张互相独立的 这样知道吧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活业部的保护 好 来请各位暂停一下动作 取消保护了没有 好 来我们看一下哦 好 我再强调一下哈 同学 保护工作表 是指保护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工作表 我如果翻到隔壁 这张有没有保护 没有 他每一张工作表 你要各自保护 这样听懂吗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那保护活业部是什么 按下去 结果你发现它是很简单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而已 好 那么 你呢 结构呢 主要是说它整个的一个目前所看到的它的顺序等等 所以这边啊 你直接的打上我们要的密码 我按确定 再打一次 好 那我们现在看它保护到什么程度 好 保护了哦 第一个 那这跟内容没有关系哈 跟内容没有关系 是跟底下有关系 比如说我想把它删除 有没有看到 我右键点一下可不可以删 不行 它不可以按 这样看到了吗 好 那再来 我想调整它的顺序 可不可以调 不行 不能调 这样会了哈 但是可以点下去看东西啦 可以点下去看东西 所以呢 基本上 它就不让你删除 不让你做它的顺序的调整 所以这个保护工作表的话呢 各位可以呢 等一下可以自己尝试看看 好 记得要密码要记得 密码要记得 非常好 好 就好了